詞曲 李宗盛 今年度的博群大講堂 以節如再人景為我們今天的主題 請來了臺灣著名的建築師姚恩喜先生 為我們分享他的人生故事 姚恩喜先生 大園建築工廠的創始人 獲長無數或頒發博科來加州大學 研究設計學校的建築校友長 2007年的時候 成為臺灣最高文化藝術獎將 國家文藝獎 建築類第十一屆的得獎人 2004年獲美國建築師協會頒發榮耀委員士 姚先生擅長利用建築與歷史 人文和孜然對話 作品包括有 臺灣的高速鐵路 新竹站 南洋國務館 烏鎮劇院等等 在本業之外 姚先生在學生的時代也參加過樂團 幾夜後又複集 以紐約學電影 連來翻譯多部佛學的著作 其中有一個禁服佛教徒翻譯出版之後 更加一直風情 我們相信 建築生命壯大心靈 我們在過程之中 不停地洗起一磚一雅 一殺一石 也是在我們人間結入的過程 現在我們很榮幸邀請到 勞仁喜先生為我們主獎 為大家分享對建築生命的想法 請大家以熱烈的掌聲歡迎 勞仁喜先生 勞仁喜先生 務生 不瞭fried 為大家晚安 uded with 부드� RE客人 電視臨 後面的人len 他的聲音很小 節瀆再忍俱 is 就是跪校給我的題目 有一點像考試一樣 當我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事實上 腦筋裡面出現兩個我曾經做過的案子 我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一個是一直到現在都還沒蓋起來的 在南京的佛守護宣 佛守護盼的一個方式 這個方式如果蓋完了以後 大家走到那裡 先看到一個廢棄的壽籠 然後我在想像有一個焚鬆的火爐 然後鬆枝的這個香味一蔓的這個空間 白色的煙冒出來 那在水邊有一艘五槳的床 那在建築物的這個水池上面呢 有一個人當不到的鞦韆在那裡飄著 那這個建築物是一個很怪的房子 它的這個外面是用布包起來的 所以當風吹過來的時候建築物會洞 那幾個盒子一樣的這個握室 掛在空中 所以你要去睡覺的話你要 好像爬到樹上去 然後跑到這個墨盒子裡面去 那這是我的一開始的一張sketch 那這是做完的一個狀況 想像做完的狀況 這個案子已經十幾年了 這個業主還不敢蓋 大概是覺得設計不太好 另外一個讓我想到的是 很多年前我做的 算是我的第一個佛教 現代佛教建築 它在台中的一條 非常 Local的一條街上 旁邊的房子 可以看得出來就是典型的台灣城市 亂七八糟 那有一群這個比舊尼法師 就是跑來我事務所說 有一個很小很小的案子 你願不願意做 我說OK 沒問題 然後他們說 謝謝你 可是有一個條件 你如果要做這個建築 我們有一個條件 我說什麼條件 他說一定要做一個現代的建築 不能做成傳統的這種寺廟 那我假裝心裡很高興 可是我假裝很為難 說好吧 我勉強同意 那這個建築 建築外面是一個很豎靜的 洗濕式的表面 可是在馬路上你可以看到 佛像在三樓 因為這建築很小 我們台灣說這個用坪在算 大概只有120坪的地 大概差不多400平米 就到了一個基地 那外表 很多人蓋完以後 很多人說像一個書家人 穿著身袍站在馬路上 有講話的樣子 裡面晚上透出光 可是一進到裡面有個中庭 這中庭都是用木頭做出來的百葉窗 可以看到佛堂是主要的空間 中庭上的光線從上面下來 雖然小小的空間 感覺到有很大的伸展的可能性 緩緩上到三樓以後 到了這個佛堂 我們用這個光纖 Fiber Optics 金色的這個光 來做所謂的傳統的光明燈 所以整個大殿呢 是呈現出一種金色的光芒 這些點點大概就是 這些光纖的這個效果 然後從空中看到這個中庭 光線下來 可以看到這些髮絲的 亮亮的頭 偶爾你在室內 你可以看到外面的這個馬路 外面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想起這個 外面就是車 陶淵明講的這個車馬喧囂 臺灣就是這樣 蠻七八糟的 香港這很規矩 臺灣就是這樣蠻糟糟的 可是一進到這裡面呢 就是剛剛大家看到的那個氣氛 學校給我的考題 我去Google了一下 把剩下的四句話 把剩下的三句話填出來 把剩下的四句話 把剩下的三句話填出來 或者其實是中間的一句 心遠地之篇 那心要怎麼遠 我因為不是宗教家的關係 所以我沒有辦法提供答案 可是我做的行業呢 可是我做的行業呢 是跟節儒有關係的 所以也許我可以來講講 怎麼節儒 至於心要怎麼遠 怎麼讓我們跟這個 當下的糾纏脫開呢 這個可能你們要問這個 頭髮比較少的人 當然我在想 陶淵明如果當年住在像這樣子的房子 或者甚至這樣子的房子 我看他的心可能也不容易遠 這個是最近很流行的建築 不過話說到這裡呢 我覺得 雖然我們在做所謂節儒的事情 是設計建築物 不過因為東方的一個傳統 任何東西大概都跟心有關係 就是我們講心跟物 大概至少在東方的傳統 這個建築物 並不只是物的問題 而是跟心有關係 那我認為這個也許是一個很 概略化的這種 generalization 一種很概念的說法 不過 東西方的這個文化 如果我們講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其中之一 大概就是對於這個 主體、客體、二元的區別 不太一樣 我覺得東方文化對於 主體、客體的區別 也就是說 客觀存在 外在客觀的現象 跟內在主觀的經驗 這兩個東西其實有一點模糊 在東方的傳統裡面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很多 詩的語言 在中國文化裡面是很瘋狂的 而且看到我們文人化 文人化 它的這個寫實的山水 跟這個文人心境裡面 所謂寄託的山水長長 從而為一 而不是一個 主客分得很清楚的東西 那因此在建築上 建築上 我很喜歡的兩個字 事實上就描述了這個 建築和空間上的這種整體性 就是唐跟傲 那唐跟傲呢 在我的理解 剛剛已經說過了 我的中文水準很雜水 吳輔尊 講下面這些話 這個唐呢 它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什麼 是當你打開一扇門 你看到那個room 你所看到的 你所感知的 就叫做唐 除了在門後面 你看不到的 叫做奧 所以這個唐呢 是直接的 很明顯的 甚至是佛摩正式 而奧是一種明晦的 實際上奧是一種想像 用我們心裡所願望的東西 叫做奧 所以奧而來發展 比如說 佛摩斯門 變成這種 想道啊 奧秘啊 這個中文也有這個 神奧啊 秘密等等這種意思 可是唐跟奧 這兩個意思呢 其實我們在中文裡面 不是把它拿來當相反持在用 我們永遠把它擺在一起用 有點像陰陽 因為我們要兩個一起講 才能夠講出那個整體 我們兩個一起講 才能講出 我剛剛講到的 就是外在的現象 跟內在的這個經驗 合成一起的這個狀態 所以我們是合起來一起講 我今天下面要講的幾個 我的作品 希望從這兩個面相 來陳述一下 也許陳述一下 就是說 這兩個面相 怎麼影響跟啟發了 我很多作品的這個可能性 當然我覺得 作為建築師 對我來講 最迷人的地方 這個工作最迷人的地方 是建築師只能用 一些真實實質的磚瓦木頭這種材料 或者是他們跟每個地點的這個地形 氣候文化歷史 甚至心靈方面的這種元素 來衝撞出來 構築所謂的剛剛所謂的唐 可是對於 實質面相的主觀的詮釋 也就是所謂的澳 要兩個一起合起來 才能夠完成這個整體 才能夠完成唐澳 所以下面我用幾個例子來說一下 這個是快要完工的一個在北京的 一個很小的酒店 大概差不多72個房間 它的特別的地方是呢 這個地方就是長城 北京司馬太 差不多兩年前呢 業主找我去看這塊基地 它是一個差不多 將近500公尺的一個山谷 那我走在這個基地上 中間有一條很小的溪流走過 那在這個山谷的 每一個地方幾乎都可以看到 非常漂亮的絲碼在上城 所以我看完以後我就決定說 我們實在是不應該來破壞 這個這麼漂亮的一個山谷 所以我就畫了一個sketch 我建議把這個酒店的房間打散 要不要蓋一棟房子 然後變成一樁一樁小的建築 散落在這個森林裡面 那同時在補面上呢 就像鞭子腳走過這個空間一樣 我們把所有的建築物抬起來 掛在上面 那人要去這些房子呢 要經過一個橋 所以在橋上走過 這建築物用輕輕的腳踩在上面 所以底下的植物 地形 石頭 甚至小動物在那裡跑來跑去呢 都盡量不要被影響 所以有點像鞭子腳走過這個valley一樣 那兩年之後 大陸的東西很快就改完了 現在可以看到這個是長城 這些都還是工地的照片 特別請工作人員把那個燈關掉一點 不然外面看不太清楚 各位如果知道工程的人知道 在大陸那個工地都不太能看 那我敢放工地的照片給大家看 就表示這個 這個idea是有一點被執行的 那個原來的地形呢 還存在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垃圾在這裡 而這個建築物 你就可以看到這些房間和旅館的住宿 是藏在梳林裡面 那經過這個footbridge 你可以看到整個山谷 可以看到下面的這個延遲的地形 那建築物 我們每一座建築物 還故意把它拆開來 所以動線是從中間穿過 所以你不會看到一棟很大的房子 在擋在那個地 整個外牆都是木頭 reprocess wood所做的 我們是可以看到有一點點垃圾在這裡 每一個房間都是一個corner room 遠遠遠可以跳往長城 所以這個是一個即將完成的東西 另外在台灣的故宮表 我們用三筆這個中國的書法 一個是濃墨 一個是非白 就是乾的筆 然後第三筆是絢染 就是很濕的筆 滲透性的 來塑造成這個故宮的建築物的一個概念 那這三筆成為這個建築物 這個濃墨這一筆 是所有的典長跟展覽的空間 因為故宮的展覽的東西都不能見個陽光的 所以這一塊是完全solid的 然後非白的這一筆 是所有的lobby cafe 圖書館 辦公室這些需要採光 那就可以看到虎 第三筆這個渲染 是從一個橋 這個橋也是我們設計的 一座橋緩緩上去 穿過這個中庭 也可以就直接穿出去 或者是直接進到這個建築物裡 那這個建築物 來參觀的人 過了這個footbridge 穿過這個玻璃的量體以後 進到一個竹林的中庭 然後進了lobby以後就看到 回頭上去一個 看到這個中庭 看到剛剛來的這個橋 就再進去參觀 這是一個中國三千年前的 wine glass 是一個酒杯 中國人很喜歡裝飾 所以酒杯也要搞成這麼複雜 我正常是喜歡複雜的一個人 所以我把這個青銅器 我很喜歡青銅器 青銅器的龍文跟原文 把它拿來用這個數碼化 digitize 變成一個graphic 那我們做了很多這種disc 掛在這個外牆外面 那這個是現場 現在做了一個1比1的這個模型 大概圓陰與約可以看到一個龍文在這裡 所以陽光照射的時候 因為它是弧形的 所以它的角度 陽光會變 那這個博物館是在台灣 嘉義的一個 旁邊都是稻田 所以有一個黑白的房子 在這個新的綠色的稻田裡面會出現 那 因為它是弧形 所以剛剛提到 如果陽光在動這些龍 也許 我現在在講故事 我在想像那個龍會動 不過明年蓋完的時候 如果不會動 我可能也有 就不會出版這個建築 這個建築 現在已經解架體蓋完了 非常複雜的這個 幾何形 可是用一個很簡單的秩序 在變化 這個是未來的中庭的位置 這隻鳥是真的 不是Photoshop 這好像是前幾天的照片 他們正在蓋這個橋 橋要開始出來 這是空中看 再來 我們還是在台灣 南洋這個東部 伊蘭的一個博物館 南洋博物館 南洋博物館 我知道南洋博物館 很多香港人去參加 南洋博物館的位置很特別 它是在一個叫做烏石港這個地方 外面有一個很有名的島 叫龜山島 那烏石港 在差不多一百年前 事實上是一個非常繁忙的一個港口 這是清朝的限制的一張照片 烏石港那時候很興盛 所以叫做南洋七景之一 那石港村返是描述烏石港的狀態 那烏石港為什麼叫烏石港 因為這個港口裡面有很多大小小的黑色的石頭在裡頭 所以以前這個船進來到烏石港 所以以前這個船進來到烏石港 要繞過這個所有的石頭 可以經過一條河一直開到頭枕 就是旁邊的一個town裡面去 那我後來發現這張圖其實不是印象的圖 這張圖是寫石的圖 這些石頭呢 那Exactly就在這些位置 我們的博物館的基地呢 就在這個堡壘 可是蒼凱商店 經過一百年不到 原來的烏石港已經剩下變成一個濕地 因為河流淤積了 所以它已經不能用了 政府在外面蓋了一個新的現代港口 保留了這個濕地在這裡 那這個就是宜蘭的樣貌 就是很高的山直接下到一個很窄的平原 然後就是海 海的外面有這個貴山島 那在整個宜蘭或者是台灣東北角呢 有一種石頭 非常明顯的一些到處都是 叫做這個Cresta Snow 單邊山的石頭 它是一種立方體的構造 可是由於沙岩跟葉岩的這個沉疊 所以海水沖激以後呢 就變成不一樣的這個質感 那第二個是在海邊呢 這個石頭跟海的沖激 在台灣的海岸出現很多這種 你可以看到那種堅硬的跟柔軟的力量的結果 所以利用這個概念呢 我們就做了這個萊安博物館的這個造型 它是一個虛跟石的量體的這個組合 所有的虛的量體 玻璃的部分都是公共的空間 像這個Lobby、Cafe等等 所有石的量體都拿來做展覽、電廠等等 在剖面上呢 也很有道理 因為它的展覽的內容是要做成山跟平原跟海 來述說這個宜蘭的故事 所以我們的模型做出來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完成以後 到了這個萊安博物館 你就可以看到這些石頭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木道走過去 走到入口 有一點點下坡 下來半層樓進去這個大廳 到了大廳是一個非常高的玻璃的這個包裡 你可以看到外面的港口 外面的材料都轉進來 所有的東西都是斜的 這個跟第17度的這個膠質 包括這個結構啦、牆面啦 甚至所有的開口 所以很多人抱怨 這個進了南洋博物館出來的人變成這樣子 從空中可以看到有一個橋 從一個展示廳到另外一個展示廳 要是進去博物館參觀之前上了二樓 是回頭看到這個山的旅宿 然後再來就緩緩地利用電腐堤把人帶上去 那慢慢地一邊帶上來 一邊就看到龜山島就出現這裡的橋 整個巫石港、新的港、舊的港 跟整個海就呈現在面前 那進去以後這個 展覽的東西呢 都是個有關於宜蘭的 其實南洋博物館是一個很可憐的博物館 開了四年 最近剛剛滿四年 已經有四百五十個萬人進去 展覽空間外面 你可以看到另外一個大巫石 這些都是現場有的石頭 然後我們跟整個 landscape 結合在一起 那外牆呢 我們是用這個石頭 跟 gas aluminum 去做出來 gas aluminum 的顏色都是從石頭裡面挑出來的 總共有100種 裡面有很多種 事實上是我自己在工廠裡面做 這個 台灣的這個 助理的工業還不錯 所以 做什麼樣子 他們都可以做出來 那 宜蘭是一個 常常下雨的地方 所以在晴天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這個狀態 到了下雨天 會有不一樣的表情 這張是看到這一塊大的巫石 最大的一塊巫石 跟一個更大的一塊巫石 它也有這種邪紋出現 下雨天的宜蘭 南陽博物館 石頭會吸水 cast aluminum 不會吸水 所以它變成另外一種表情 就是石頭變很重 而cast aluminum 變很輕 跟晴天是不一樣的 從龜山島一路這樣 騙過來的話 可以看到整個海 很遠 然後看到 陸地 看到 萊安博物館 然後看到山 這個建築完成以後 很多人覺得 這個設計 跟整個大的地景結合得很好 那我自己覺得這個是 但是 得天獨厚的 因為 這個建築物正好 坐落在一個 壯觀的 這個 大的地景 裡面 我常常形容說 好像 在拍一個史詩電影 比如說拍什麼 像赤壁就是史詩電影 沒有 不是拍得很好的史詩電影 所以你要講曹操 他的背景已經很棒 所以你要把這個人講對了 就ok了 就是 好像講對 並不容易 很多史詩電影 都拍得滿 滿糟的 那這個是 這個是 萊安博物館 這個小角色的位置 這是龜山島 似乎有一種 父子 或是兄弟 之類的關係 從我們這個 鞋的窗屋看出去 在龜山島 就如同剛剛講的 這個博物館做完以後 很多人很喜歡 尤其是這種 攝影 發燒有的 所以下面這幾張照片 都是在網路上 跟人家買完 這是清晨的 這是白天的 這個攝影師 發誓說他不是用 Foloshop做的 另外一個角度 黃昏的時候 他會變色 然後那個夜晚 再來我帶大家到烏鎮 浙江的烏鎮 烏鎮 是一個江南水鄉 可是經過 有一位很傳奇性的人物 我叫陳主任把它全部恢復 Restore的一個 一個中樓水鄉 江南水鄉 它其實 離杭州跟上海 都差不多一個鐘頭左右 非常近的一個地方 可是烏鎮對我來講 好像是一個夢一樣 它是一個 二十一世紀 現在我們 可以 很短的時間 就跑回去 18、19世紀 中樓水鄉的一個環境 放眼望去 所有東西都舊 木頭舊 石頭舊 瓦子舊 牆子舊 地下水是新的 污水乾水管是新的 所以不皺 這些烏鎮船都是舊 一百多年的烏鎮船 所有這個石頭 它一些瓦 拱橋 然後都是它從別的水箱去搬過來 跟人家換 去做新的水箱去換回來 所以烏鎮是一個很浪漫的 很夢境的一個地方 那 它為了要 做一個所謂的國際戲劇節 就是像 歐洲的Avignon 或者是 Ellingford 戲劇節 所以 要我們去設計了一些劇院 包括一些老的 老劇院把它改成這個 現代的劇院 當然最重要的是 最大的那個 Reforming Center 劇院 若同諸位知道了 在大陸的時候事情都發生很快 我跟他喝第一杯 紅酒的時候 第一次這樣子 三年後 接觸 接觸 不僅設計完 圖畫完 蓋完 設備裝完 Testing做完 而且 第一屆的戲劇節 開門 開門那天晚上 去年開門 現在是第二屆 現在As We Speak 現在是第二屆的戲劇節 我明天要飛去烏正院 最後兩天 要我們去參加畢博士 這是去年的準備 這個劇院 對我來講 設計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在一個典型的江南水下 都是兩層樓 三層樓的房子 怎麼去蓋一個現代的劇院 現在的劇院 Fly Tower要求很高 將近二十六公尺左右 怎麼去做一個那麼大的房子 不要破壞 這個 這麼漂亮的一個針 所以我就建議他們說 這兩個 他要的兩個第二屆 把它背對背擺起來 結果這個陳主任 就是這位傳奇的陳主任 跟我講說 將來有一個東西叫做 病地臉 就是一顆 一個臉梗上長兩朵 臉花 那 說了這個病地臉跟紅酒 有一點影響到這個設計 建築物就變成這樣子 那一半是所謂的玻璃的空間 比較玻璃的 比較蓄液的量體 一半是這個 比較solid的量體 兩個橢圓性扣在一起 那這個好處是什麼呢 因為在最高的東西是在中間 所以建築物到兩邊taper下去 可以跟水箱的scale可以接在一起 那背對背的兩個劇院 我們設計的這個舞台是可以打開的 所以就變成有很多種可能 甚至可以把整個劇院結合在一起 或者做各種變化 那這個對於戲劇界是非常好的一種做法 因為戲劇界是非常實驗性的 那如同剛剛講的 這個我們是一個複雜的人 偽裝在一個簡單的造型裡面 那這個建築物看起來很簡單 就是兩個橢圓形 兩個蛋創在一起 其實這個蛋蠻複雜的 像這個玻璃的這個牆 是每一根的斜度都不一樣 而且每一個傾斜的角度也不一樣 所以它是從往外躺一直到變成往內躺 當然這個弧形的磚槍也不一樣 所以我們做了很多很多研究 包括這個木頭的格子怎麼去做 那我們算出來呢 由於這個很複雜的造型 事實上每一片 所謂的每一片窗戶 它不是一個二度面 它不是2D 每一個玻璃要轉四度 這個形狀才做得出來 所以這個跟這個要差四度 因此每一個木頭的花隔窗都不一樣 每一片都是手做定做的 陳主任不是去買了很多舊的橋啊 磚啊瓦啊什麼 他也買了很多舊的木頭 所以我說你反正有很多舊的木頭 我幫你用掉 所以這整個外牆的這個木頭 全部是老的船木做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這個釘孔啊 什麼壞掉的這個 整個是recycle的這個木頭 所以這個建築快要完成 完成以後 就是看起來就像舊舊的一個房子 這是我第一個業主朋友抱怨說 什麼房子蓋完就像舊的 而且他稱讚這個房子看起來就像舊的 那在這個虛的量體這邊呢 木頭的格子 看到裡面的這個金箔牆的這個大表演釘 那事實上光這個木頭的格子 我就飛了 木正大概有三次去決定那種 木頭的尺寸到底要多大 所以在光影下來的變化 這個木頭可以看到很多釘孔 那因為它的木頭跟玻璃有一個反射 所以要決定這個厚度 要把那個反射一起想進去 你沒有想到那個的話 這座船會帶出 當然磚這邊呢 我們也不會輕易放過 所以這每一片的磚都是T型的 Trap座 T型的Curve 所以我們要堅持說 每一個磚的corner這個磚 都要一個完整的piece 而且還要凸出來的 直的對在一起 橫的對在一起 斜的也要對在一起 這意思就是說 每一層的磚 都要去調整那個尺寸 要偷偷去掉一點點 這個在現代社會大概很難做 光影出來很漂亮 這是一個完全手工的房子 可是在非常快的速度裡面做出來 而且是屋正當地的一個小營造廠座 因為我本來 我聽說是當地的營造廠座 我捏了一把冷汗 我想哇 這房子完了 所以我沒想到 這個營造廠的老闆 有非常大的pride 要為家鄉蓋得到很好的房子 所以他就用盡心力把它蓋起來 所以我覺得在大陸 很難得看到這種quality 非常好建築 你看這個磚 有多感人 curve 對在一起 那屋頂就是用傳統的瓦 所以你到了屋正可以走路去看戲 也可以坐船去看戲 坐船經過這個 開幕前兩天去年 我很興奮地飛到那裡去 然後就叫我一艘船 叫人帶我到劇院 這個船夫搖著搖著就 看我很奇怪 為什麼不是欣賞屋正的美景 每一隻凳的那個劇院在看 他就問我說 先生你想到這個劇院怎麼設計了嗎 我說我不知道 我說這個劇院的設計概念 是從病地點來的 然後他就跟我lecture 大概二十分鐘 二十分鐘這個設計怎麼做出來 下船的時候我跟他說 謝謝我學到了很多 很多次我從來沒聽過 在這個大的劇院的大廳裡面 金箔的這個蛋黃 因為水在動的關係 所以這個天花板的這些shadow都會動 那這個廳是吵析的 所以在劇目要開始的時候 通常都是傍晚的 所以陽光是橫的進來的 所以這些花窗的這個效果 很特別 那屋正那個地方有這種傳統的藍染布的傳統 到現在還有 所以我們拿著這個藍染布的顏色跟設計 把它當成放大成為這個牆壁這個acoustic panel 所以這些panel都是藍染布的這個效果 另外一個六百個人的這個multiform theater 是紅色跟金色 它的外殼是這個銀箔 那這就是磚牆裡面的空間 那是一個很厚一米厚的這個鞋的牆 完成以後呢 整個屋正的這個村落跟它的這個劇院 看起來好像是同一個東西 其實是有一點電影收法是有一點欺騙的 我們用的磚是這麼大 是漆城牆用的磚 因為我們那個房子很大 可是在這個老房子的磚是這麼小 我們用的這個花格子是這麼大 老房子是這麼小 可是你在遠距離看的時候 它就是統一國的東西 你從這個花磚看那個花磚 覺得好像是一樣 是不是有一種視覺上的這個調整 從屋頂上看到的屋正 晨曦的時候 白天 白夜晚 西開羅 金色的光跟銀色的光翻出來 我們有回到台灣 這是一個 經過剛剛的養蕭學院多年以後 我做的一個現代產中的寺廟 叫做農產師 諸位也許曉得台灣 一位很受尊敬的聖言法師 法古山的聖言法師 阿全有一位法古山的形狀來找我 聖言法師在當年 做這個設計的時候 因為我們要做的是一個 從來沒有潛力的 現代的產中寺廟 所以我就問他說 法師 你到底有沒有想像 這個建築應該什麼樣子 出乎我意料之外 他跟我說有 他不只是說有 他說我看過這個寺 我在打坐入定的時候 看不見這個寺廟 我說法師阿 這很好 可是對我沒有用 因為我聽說這個入定的時候 看到的東西 是沒辦法用語言講的 他說對 恩禧你講的沒錯 所以我給你六個字 水中月空中華 所以這是我拿過最簡短的建築任務書 可是是最難的 所以過了一個月以後 我拿了這個圖 還有一些模型去給他看 我說法師我沒有辦法在定中做自己 我根本沒辦法注定 我只能在夢中看到我的真實 那 聖廟法師看了 大概看了一分鐘 我們都不講話 一直看一直看 我很緊張了一分鐘 很久 結果他跟我說 有點像 各位都知道 大修行者都是非常具有慈悲心的 所以我們就根據這個有點像的image 開始把功能啊 開始做模型啊 畫完成的圖 最後蓋起來 很遺憾的是 法師沒辦法看到 沒看到這個 完成就圓寂了 這是我一直覺得很遺憾的地方 因為我一直很想問他說 蓋完以後 到底是不是跟定中蓋得很像 這個問題 沒有機會問 那我所理解的這個 非常粗淺的說 水中月空中花是什麼意思 我在猜 他大概是在講這個 佛教所說的這個 一切現象都是幻象的這個事情 一切現象都不是真實存在的 這個有點回到我們剛剛講 東方的這種外在的現象跟內在的心境 事實上不太容易分得出來 不太容易一刀兩斷的這個狀態 所以我就設計了一個 前面一個很大的 八十公尺長的一個水池 然後這個建築物 比如說會看到有這個布簾 那這個布簾 就是從最早的那個 永遠被蓋起來的那個素材開始 那為什麼會開始那個布簾 就是我對電影的愛好 覺得建築物太硬了 我要開始來做一些會動的方式 那 這個 這建築物在 水面如果很平靜的時候 它所反應的倒影是 幾乎分不出來的道理 是真還是幻 可是當風開始吹 水開始有波 霧蠻開始搖 影子開始動 這個就 這個 所謂的真跟幻 開始有點差別 我跟聖言法師報告說 我的心 那當然佛教常常拿來比喻 就是這個 這個反射 這個 這個狀態 跟人的心境有關係 所以我跟聖言法師說 我的心就好像 颱風那種東西 是不僅沒有影像在水裡 連真的那個也看不太清楚 那 這個建築物完成以後 就有各種 很特別的這個 場景出現 很多人去到這裡都覺得 這個空間有一種特別 安定的力量 很多人一進來就覺得 整個情緒不一樣 而且是不慢的這個狀態 整個建築物是用 大部分都是用清水溫靈圖的概念 沒有裝飾 是聖言法師所說的這個 本來面貌 另外一個是 我對於這個中國 中國字的經文 一直覺得 也有一種 不僅是美學上的意念 而是一種特別強有力的感覺 對我來講 所以 因為 水中月空中化 所以 我在想說 我們來 把這個 殘中最重要的兩個經典 金剛經跟心經 鏤空在牆上 然後讓光進來 我去跟聖言法師報告說 好像沒有人這樣做過 是佛之語 佛所說的話 佛之語以光的形式 進到這個空間裡面來 當然 自備心的關係 他說OK 你做做看吧 所以我就很興奮地去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就去試驗說 把這個 中文字 cast 露空在水泥裡面 所有人都 我同事啊 什麼 所有人都說 我發瘋 因為 金金還好辦 兩百六十二個字不在 金剛經有五千多個字 中國字還不是用拼的 是每一個字都不一樣 每一照常 從此都在做我的方式 可是我跟他們說 我沒有風 因為中國人對於這個 金剛經那什麼事 瘋狂的事情比這個更多 中國人發明印刷術 第一個是拿來印金剛經用的 然後這是泰山的這個 那個石域 擱在石壁上的金剛經 所以可能有人去過 如果沒去過 你再懷疑這個字有多大的話 每一個字 跟一隻羊一樣大 你想想五千多個字 要是刻在那個石壁上 人怎麼站在那裡 中國人也刻在玉上面 刻在果仁上面 刻在米上面 所以刻在牆上面 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就這樣說服了他們說 把這個金剛經摟空 刻在外牆子 這個是完成的時候的樣子 這個寺廟呢 是在台北市的市區裡面 並不是在什麼 潔魯 不是悠然見藍山的那個地方 好像悠然見藍山 可是一出去就是一個高架橋 是嗎 圈華 這個是我從外面看 從裡面看的這個金剛經是 我那時候想像 因為這一排房子的後面 是米修妮住的房間 所以我那時候想像 他們每天早上起來 打開門 第一件事情就是 迎接到那個 金剛經的光色起來 所以我自己都感動起來 最近我聽到一個更感動的故事 你可能沒有聽到 最近我聽說他們開始有一個儀式 所以每天早上他們起來以後 全部都走到金剛經的第一句而已 然後開始慢慢的一步一步走 然後念那個金剛經 Follow那個Path 我非常感動 到底是真的 大殿是一個很簡單的空間 超西的 有一面超西的 所以我們想把一個金紋放在西面 一方面可以號稱 現在建築的旁邊都知道了 叫做綠建築 擋住建築 擋住陽光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讓這個光可以進來 那這個是當初設計的時候 還沒有決定是心靜 我畫了一張這個Rendering 我那時候 不太好意思放這一張 因為我自己沒把握 那裡 真的會看得見嗎 真的會 有的同事笑我說 這怎麼可能 這麼清楚的這樣設進來 這個是完成的時候 他真的清楚 太陽西下來的時候 這個陽光照進來 字打在對面的牆上 地上跟樹枝上 這個是對面的牆 諸位如果看字的話 你就看不到牆上的佛像 你如果看佛像 就看不到字 另外 另外 這個不是我謙虛 這個完全不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 打在這個圓柱上 因為我物理不好 所以大概有學物理 據說 西洋的時候 太陽移動的比較快 這樣 折射的關係 所以那個字跑的比較快 所以很多人都像 說這個像西藏的那個轉經人 一樣 可自然去採摩 有幾次我去了這個樹苗 有一些人 有一些新種跑來 是他們 好奇是他們眼中 緊著淚水 跟我說 這個設計得太好 他們很感動 事實上 我不是謙虛 這裡面很多東西 現在大家看到 不是我設計 是 是就出現 很多人去到那裡 就特別覺得那裡安靜 我看到很多爸媽媽 帶了十歲啊 左右的小孩 那種蹦蹦跳跳的小孩 一坐到 進來這裡 他們就坐在水邊 然後可以坐很久 所以也許 陶淵明講的 傑如在人間 上午車馬旋 跌久被捲 好像是有可能 因為這外面就是一個 拍位的旋 事實上我聽到一個很感動的故事 是 是有一位女士 一位家庭的關係 丈夫的關係 所有人生病 她其實想要去自殺 然後她在自殺之前 她很寶來這裡 然後決定要去這裡 結果她就走進來 然後走過這個passage 去大殿 所以聽說她在走這個passage 因為那個牆一個這樣一個那一個這樣 然後她一步一步 她忽然reflect 她的醫生其實並不是 就好像那一個一個picture一樣 並不是沒有價值 據說她走到大殿 就完全transform 她就沒有去自殺 不過 我在這個寺廟的這個 聽到很多故事 跟看到很多後來出現的狀況 我發現 我要問聖元法師那一個問題 其實不用問 因為她已經回答了 那這些是一些信眾給我的照片 說 表現金剛星在宮中出現 那是佛在圓上 佛像在宮中出現 那這夜晚 那個大殿吊起來 這個木頭不是特別清楚 幾個月前 有一位比秀妮 我已經寄了這張照片給我 這是她拍的 在蒙日的清晨 風平浪靜 完全沒有風 空氣也完全不動的狀況 所以她拍到這張照片 寄給我 想這張照片大概 讓我想像 對不起我按錯了 這張照片讓我想像 他們說 有些修情人 心真的可以平靜到 反射所有的外在現象 似乎可能是真的 謝謝 謝謝 我的時間 時間沒有 因為你說要留點 不過我想後面就要講 我想 高興今天跟大家share這些作品 所以 對校出了一個題目給我 我支配到第二句 所以 如果主委有什麼 要討論的東西 我很歡迎跟大家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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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潔先生 現在是導問時間 我們很高興邀請到本校的建築學院 教授 朱慶祥老師為我們主席 有請 劉教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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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姚先生 我感觉这个讲座刚刚结束的时候 所有的人可能都需要一个很安静的时刻 但是因为我们要有时间给大家讨论 我觉得我先讲一点我个人的感受 之后我希望各位在座的老师同学 还有其他的朋友能够有各自的问题 那么姚先生我跟他实际上是神交已久 因为2001年的时候 我当时还是在南京大学公职 然后当时我们有一个杂志 然后呢 听到一个消息说 苏州有一间很棒的工厂 然后呢就害我 我当时也是合作编辑 然后去访问这个工厂 然后当时呢 是叫大元电子工厂 对 然后呢我去到这里之后呢 发现哇 从来没有一间工厂 然后进去之后 使我有一种宗教的感受 然后后来就记住了姚先生的名字 那么刚刚今天呢我把当年编的一个 历史性的一个杂志送给姚先生 所以呢今天呢我开始想讲的一部分是说 今天姚先生重点是介绍了一系列的文化建筑 那我们都知道文化建筑自然是用它的文化实力 可是呢我想传递另外一个信息呢是 姚先生也是香港 也是台湾非常出名的企业总部专家 他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大型公司和工业建筑 那么以我自身亲身的经历 那么我会非常印象深刻的了解到 在普通的建筑生活的建筑里面 实际上有着非常高的文化的追求 那么当然这些文化的追求 结晶到真正的文化建筑上面 一定会开更大的花 结更多的国 那么我想先提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在我的这个听讲座的感受当中呢 我感觉到很有意思的一句话 姚先生刚才说 他是在一个简单的形式下面的 一个复杂的心灵 那我确实感受到这一点 我看你的房子的时候呢 有非常多的张力 野心 很大的对比 很多时候被强调这个戏技化的冲突 可是当你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呢 有非常的平静 平静到说 如果是我不懂的事 我可能就不讲了 如果是我懂的事呢 我也用不着讲了 真的是严姐 应该非常扣人心弦 那么我先谈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中国人说 功于力其行 你必先正其名 那么你有两个名字 一个是大元 第二个是Artec 那么这两个 应该有各自的含义 我想请您在这儿解释一下 没有 我没有这个 我没有这个 年轻的时候做很多事情 后来都会后悔 大元就是一个 不能说我不喜欢这个名字 可是如果我早知道 我会取一个比较有诗意的名字 可是ArtTech是有一點系統 ArtTech基本上就是我對建築的認識 它是一種走在藝術跟技術之間的鋼索 一種恐怖平衡的一種職業 而藝術跟技術的兩面性 讓建築變得非常有趣 非常有趣 那大元真的沒什麼意思 大元你是隨便去學 這聲音二十幾歲還是三十四五歲 如果今天讓您起的話應該叫什麼 不知道 今天可能 可能決定不要自己專業比較好 不過你剛剛講這個 偽裝在簡單外皮裡面很複雜 這個是 我覺得我很喜歡電影跟建築 因為我覺得電影跟建築是 除了藝術形式裡面兩個最複雜的東西 電影、音樂、片樂、剪接、燈光、服裝、道具、場景、故事 什麼的 建築也是一樣的建築 我是很複雜 要把這些複雜的東西全部 可是我覺得像中國 中國是一個詩的民族 我們的詩就是很簡單的形式 可是很複雜的 中國歷朝歷代的這個詩歌 您可能喜歡哪一類的 我喜歡classic 還是這個唐詩 因為我是一個用字很少的人 所以我喜歡拒絕 所以我喜歡拒絕 律師都覺得鮮長了一點 好 我現在把這個提問的機會交給下面的同學 或者老師或者朋友 請各位可以抓緊時間來做一些提問 姚先生你好 非常精彩的演講跟介紹 讓我過一兩多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是 我一直都沒有跟其他朋友聊過 但我很想請教你 我是在這個地方長大的 我本科在這裡念書 這個學校是60年代開始在這裡建 這個中文大學本來是一個山頭 什麼都沒有的 然後當時70年代有一個建築師 叫師徒會 他就將整個大學非常完整的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理念 然後我們其實在這裡 重大成長的學生 其實對重大的歸屬感很重要 就是因為我們很喜歡他原來早期的第一批的建築 我覺得非常漂亮 有機會你可以上去看一下 然後這大學一直在發展 然後呢就 我們自己就很痛心 我們一直在保護 一直在看真 坦白講 一直在跟學校有很多 看真 就是我們希望保留我們的傳統 希望我們的老的建築不要破壞 包括這一棟樓其實原來不是沒有的 這幾年前就是拆了那是舊的房子的建 那我在這個看真 或者一直在富裕的過程裡面 我經常有一種 不知道怎麼去跟年輕一代去說服他們 或者跟我們大學的建築師 負責告訴他們說 這些東西就是留下的每一個建築 每一個地方 其實都跟我們 那比如跟我們那一代的人 其實都發生很多關係 不僅僅是一棟房子 不僅僅是一棵樹 所以我去那個時候的 比如我見到一棵樹 我見到一棵樹 你馬上你整個人生的記憶 都跟它連在一起 那問題這個是你非常主觀的感受 就是說你沒經歷過那些東西呢 它其實是沒辦法感受的 然後就變成好像這個非常subjective的東西 我沒辦法將它變成一個 這個普遍性的東西 它每經歷過也能夠理解 其實這個 這些每一個建築 每一個植物 每一棵樹 其實都有它的價值在裡面 然後對他們來講 他們都拿了回應 就是說 那只是你的personal experience 我過去了我沒有了 其實沒關係 我有新的經驗就好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 我們去preserve這個傳統 preserve這東西的時候 我經常非常糾結 不知道知道 將這些很個人的經驗怎麼樣去 一樣 包括我們的領導 包括我們的負責人 包括我們的建築師 讓他知道這些東西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些 transition 這些東西留下來 就是 我想聽一下你自己做 剛才談屋正那個經驗 我覺得你應該有很多想法 我想聽一下你的分享 謝謝 我聽得出來你的話後面的意思是說 烏正劇院事實上應該拆掉比較好 應該破壞了那個烏正 開玩笑的開玩笑的 我知道我開玩笑的 那個 因為我看到有人睡著 其實我跟你share一樣的心情 我所畢業的大學叫東海大學 東海大學最早 我在念書的時候 這個扇上 所有的老師跟學生 加起來只有九百個人 整個校園的最中心那個是 貝玉明、陳喜倌、張兆康 三位建築師規劃 有非常有名的東海教堂 唐式的現代建築 超浪漫的 非常棒 可是我畢業以後 我現在都拒絕回去東海 因為後來蓋了房子 一大五都亂七八糟 最近他們請了一位 也是Berkeley的這個 professor 我的學長 也叫做 說要去重新規劃一下東海 好來問我的意見 說應該怎麼規劃 我說把那些噁心的房子 全部拆掉 是第一件事情 不過我想是這樣 就是說 你是所謂會問這個問題 就表示你的年紀已經到一個程度 年紀到了一個程度以後 會開始覺得過去的事情都比較好 就像我現在 就是有一種 Nostalgic 那是不是過去的東西都比較好 其實不一定 我們寧可相信 不一定 因為這樣未來的人才有希望 可是我想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例子 是說 後來的東西 事實上 enhanced 或者是更好 來代替 只是有很多校園 我想 因為我不瞭解中大 不敢說 東海大學來講 就是後來的發展 後來的設計 或是後來的vision 沒有當年的那個 一開始的那個vision 搶 沒有當年的care 沒有當年的那種 心裡面那股熱情 只是要解決一些現實的問題 學生要多 讀書館要大 教室要多 所以就開始做一些 不是很精心的東西 就 就破壞了原本 可是我寧可想像就是說 也許用烏鎮來做例子的話 有一些人跟我說 烏鎮那個劇院做出來 其實讓烏鎮更變成一個 有文化 有 有 新的一個dimension 的一個town 而不只是一個 好像 這種 historical relic 那 我 我當然寧可相信這樣的話 所以 我覺得 也許現代的這個 從事設計人 或者從事這個決定方向的人 如果可以 有更 更具 遠見 更具 真正的光懷 而且還有一點 我覺得是 我必須說 是更大膽 因為現在有很多人 就是 社會複雜的理由 就最好不要做錯的事情 我不知道香港怎麼樣 台灣是這樣 那最好不要搞錯 反正在我這一陣子的時候 沒事就好 那這樣事情做不出 也不行 姚先生您好 今天晚上我非常的激動聽到您的這個講座 因為我以後也是想學建筑 就是您能把這個建筑做的這樣天人和一看到那個 其实我刚才激动眼泪都出来了 觉得这个建筑做得非常的好 就非常有那种现代禅宗的味道 请问您对我们就是以后想 前铺后鞋建筑非常的辛苦 我知道 但是很辛苦也乐在其中 请问您对我们这样的 就是建筑学生有什么话要说吗 谢谢 我觉得学什么都一样 可是学建筑因为我学建筑 所以我想学建筑 有很多年轻朋友来问我 不一定是要念书或者毕业 或者他们是要去创业的 我都跟他们说 你要保持住现在的这股热情 而且最好把它写下来 然后你常常去翻 去看到当时的那股热情 那个passion 那个冲动 因为我们走在人生的路上 常常有很多冷水 会浇息我们当初的热情 被浇久了以后可能就忘记 当初为什么这样做 永远要回到那个出发心 我想这很重要 尤其是这个出发心是具有很大的力量 也许当初校园规划 为什么有很多 就是当时最早的那个爆发的那个东西 是非常有力量的 而且用禅宗的一句话来说 禅宗 in the beginner's mind there are all kinds of possibilities in an expert's mind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在专家的心里什么事情都不可能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太多专家的时代 所以很多事情做不成 所以像Steve Jobs 我记得他说 stay hungry stay 什么 foolish foolish 那个foolishness是很重要的 就是那种 当年就像你现在 你现在这个emotion 比较紧 你现在是一个人 你现在是一个人 因为我本身是台湾人 然后我是从台中来的 那我有看过你的那个养慧学院 那我很好奇的是像台中最近有另外一个佛光 慧中 佛光山慧中寺 它是在市政路上 然后它旁边有一栋大楼叫做三星 然后当时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他们两个建筑物看起来是很呼应的 那像这个养慧学院 看起来就会比较像在那种旁边是比较矮的房子 那我想知道的是当时你为什么会选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是在大堆时间相对来讲比较小的巷道 对那我想知道当时为什么会选在这个地方做这个养慧学院 地不做外 建筑师是 每天拿了地给你 我没有去选的 所以这不是特别人选过说要坐在那个地方 不是 OK 了解 谢谢 场景不是我控制的 你是不是在暗示说因为那两栋互相配合的比较好 两位学员跟旁边好像都不搭卡蛋 是不是也是 你好 尤先生你好 刚刚说到热情 那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我现在已经叫刘老师 其实我是东海毕业的 好 对那学长 然后 当初在东海的训练里面 也是 也是 每个老师是告诉我们要有热情 然后一直做一直做 然后做到最后 其实我们的训练过程大部分都是一些文化类的一些建筑方面 然后做到最后做到毕业升级 其实十个里面也是有九个都是类似的一些东西 跟社会啊 跟文化有关系的东西 包括我们 做到最后也是 也是拿奖 然后毕业那样子 但是 当我毕业了 其实我跟 刘先生有点关系 当初也是跑到 富邦大厦那边也在签过程 所以 但是 像台湾的生态就是毕业 而且像香港也是 毕业之后 其实 我们接触到的 大部分都是一些主宅的项目 一些商业的项目 包括当时候我接触到的一些大员 大部分都是做一些 协制楼 等等的一些 开始有一些焦虑啊 文化一些 一些东西 今天 听到 刘先生的整个presentation 我就觉得很惊讶 因为开始 那个 转变是很大的 所以我想 问一下 刘先生就是 这个转变是不是 在从前 二十年前 十多年前 这个类型 就是一直在热情上 一直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现在才会 才会 做一些很多文化方面的一些事情 然后 第二个就是 各位 就是对我们一些学生 学生们 可以分享一下 面对 像台湾 像香港 如果 在学校里面 再挑出来 这个社会 面对的一些 这个过程 这个心态 我们也要怎么去 去对待 第二个问题 我没听懂 就是 就是 学校里面 可能大部分的 老师就是告诉我们 要有热情嘛 那简单来说 就是在这个社会里 你找的工作 大部分就是叫你 去做一些 比较 住宅啊 那些 你的发挥是比较少的 那你面对的 使用机率啊 等等的那些东西 可以 我用复杂的方法回答 可以很简单的回答 可是 可以吗 做什么 复杂的方法 可以 我时候再帮你用简单的方式 翻译 佛教里面 有一个观念叫做 缘起 缘起 其实很难懂 不过 用普通话来讲 就是说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 因 有它的 cause 有它的因 然后 有那个因 还有那个果 一般人 因果就比较容易懂 或者说 你把那个 一颗蛋放在锅子里面 然后把 火打开 那蛋就会煮熟 所以这就是 因果 这很科学 我想 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子 都是有原因 然后 有果 只是说 因为我们的生命中间 所有事情的因 太复杂 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能 所以那种果 我们就很难预测 那可是从 你刚刚讲的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如果你一直不放弃 一直对一个事情很有兴趣 那最后你一定会去弄到那种事情 我想 这个是 sort of scientific 是不是 如果你 一直吃冰淇淋的话 最后你一定会被人打 一定的 所以 你一直对某个事情很关心 你一直不放弃去做 虽然 旁边的人 妈妈 老师 医生 都把冰淇淋拿走 抢走 可是你一直想要吃冰淇淋 你一定想办法吃到 最后你一定就很胖 所以这个 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 你一直要这样做 你迟早会做到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是说 我想 你刚刚有点 我如果没有听错的话 只是说好像学校里面 做的都是什么文化的东西 然后一出社会 到了事务所去上班 都在做 素宅啊 豪宅啊 办公室 就很不文化 其实这个有一点 有一点 你可以看开一点 就是说 因为我们都在做设计 其实做文化 有时候也做得很惨 也有很糟的文化建筑 不是吧 我们很容易就举例出来 很多那种扭来扭去的 或者是很多那种 很这个 雄伟的那种文化建筑 蛮糟的 那个并没有什么得意的 有个文化建筑设计的像飞机场 我 不好意思讲 哪个是哪个 大家还没有菜 所以 可是你 你如果回去看 像 我几个月前在西加古 我就走过很多 的办公室 好棒 我都站在那里看 看胎了 所以其实还是可以做很好 住宅也可以做很好 因为很多人做很好 可是我知道 我知道很多年轻人在这个 刚刚进去 尤其在某些 商业导向的这个社会里面 因为开发商的影响力最大 所以把建筑 这么复杂 这么多层面的这个事情 把它说到只剩下 跟房地产的价值有关系 所以你只要设计 那个跟有价值的 有关系的东西就好 其他的你别想 我刚刚在跟几个interview的人讲 说在香港好像 有我在谈说什么地形啊 文化历史啊 当地人啊 工艺啊什么 可是 好像这些跟地产都没有关系 在香港有一件事情 有关系是海景 所以 所以所有的他们都要海景 至少海景还是 地形的一个部分 可是 长话短说就是说 因为这个 开发商的关系 所以那个价值剩下一点点 就只要一直设计 有海景的房子 这样 可是我觉得没关系 因为 我们是拿 如果你是建筑师的话 我们是拿笔的那个人 拿笔的人有个好处 我想是这样 你可以偷渡 你要的东西进去 你不要讲就好 你不要去跟他讲文化 什么什么 他听不懂 他只听得懂海景跟一平 一个平方子 吧 你就跟他谈那个 就好 剩下的你可以偷渡 你对于文化历史 色彩 理力 美学的关系 还是很多事情可以做 应该不是要翻译了 非常简单 很清楚 但是刚才 实际上我们这个 揭露在人静最后一句 对吧 第一 我已经说了这个问题 就是 你仍然要让这个心很靠近很靠近 你所工作的这个事情 然后呢 发生兴趣 然后呢 从鹰去出发 因为太多人想摘那个果子 没有看到那个鹰是怎么来的 如果你明白这个鹰 你至少 已经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 然后如果你还能够去 强调地改变这个鹰 那个果自然就不同了 刚才姚老师讲那个偷蹲的那个方法 我觉得对我收益匪浅 只是我看见 看见你的很多设计 比如说博物馆 还有那个北京的那个山庄 还有乌镇巨院都很 就是完全贯彻了你的设计理念 但是我在想呢 就是在 你和 就是 委托方 就是和你的设计理念上 有一些冲突的时候 是不是有这样的冲突 你是怎么去 发掘这些摩擦的 就好像比如说 那个山庄的话 我也考虑 比如说如果下雨的话 那我在桥上面走的时候 还要拿一把伞 会不会很麻烦这样 就是这种 你是怎么去发掘这个摩擦 有没有遇到过 我无不遇到会这么去解释 当然 当然 不只是遇到过了 每一个案子都有很多 因为 建筑设计是要跟 业主沟通 所以 两个人沟通一定有冲突 不可能两个人沟通 讲的全部一样 那是有点可怕的事情 可是这个冲突 事实上是 是一个机会 是设计的机会 建筑有趣的地方也在这里 就是借由两个不一样的心灵 再激荡 可能会产生出本来 任何一个人都想不出来的东西 所以 我觉得意见不一样 是一个given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至于是说 如果你坚持的事情 你很重视的事情 他不在乎 那 第一个办法就是 你不要跟他讲 因为他不在乎 你跟他讲干什么 第二个是说 你很在乎的事情 他很反对 那这个当然比较麻烦 那这个就是要 跟我们做人处事一样 所有的问题一样 就是 你要想办法去探索 那个真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你要很诚心地去跟他说明 有时候是你被说服 有时候是他被说服 那如果两个因子而打起来 那就是表示没有缘分 他就可以结束这场游戏 大概是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子 简单的说大概是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子 你好先生 然后 我非常喜欢这个建筑 就是一个长坛的建筑 我觉得他那个 把心经什么刻在上面 我觉得是非常的精美 非常的有意境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的就是 因为佛家讲究的是四大皆空 那我就是想问一下 如果这么精美的设计 可以 因为这些精美设计 感觉好像也都是 在佛家看来 好像也都应该是空的 那么这样精美的设计 可不可以说 可以展示到空呢 你说呢 就是说会不会有一点 太助纣 那个精致了 我想问的可能就是说 建筑的艺术语 就是在佛堂建筑上面的艺术语 比他本质的那些 最普 因为佛家就比较朴素一点 就是我想问的是 朴素于 这么艺术的一些 精致艺术的一些 关系 关系 您问到佛学的东西 我是完全忘了 不过我听说这个 《心经》里面有一句话 叫做 社无一空 空无一社 据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形色是那个 form 形色 form 其实 跟空并不是不同 那空其实跟形色 不是不同 这是一个很老人的 很令人烦恼的一句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你说 是一个东西 可是它其实是 跟空并不是不同 那你又说空 其实跟这个东西不是不同 那因为我们一般人都觉得说 空就是空 所以那个东西不空 那色就是色 所以色不是空 那所以我在猜 可能他们在讲的是 一种 无分别的状态 就是空跟色 并不是像我们现在 认为的那个状态 不过 据说 我是 听来的 而且可能听错 这就是 对不起 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那个躺 你打开来门看到的东西叫做躺 你没看到的东西叫做躺 也是什么叫做你没看到的东西 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 什么叫做你没看到的东西 门后面有一把椅子 门后面有一把椅子 你打开来没看到那把椅子 你能不能说那个 那把椅子是奥 奥是你打开来的时候 比如说你 你 imagine 后面有什么 你想像那个 或者你希望后面有什么 或没有 你的梦中情人 或者 是那个东西叫做 所以这个主观跟客观的那个 混在一起 可能跟你刚刚讲的 空跟社会在一起 也有一点关系 据说 所以 从我今天来 多一句诠释 就是说 并不太多有房子 能够 帮助你来发问 甚至发问到一个哲学 或者是玄学的 这个层级的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说 设计呢 就有了科学的成果 因为设计就想在不断地去探究一个未知的世界 那么这个时候呢 苗先生给出了他的答案 但是 这个答案是不是绝对的正确 或者你能不能绝对的接收 或者说 对于你来讲 你作为一个旁观者来看待建筑 和作为创造者来看待建筑 还是同时能作为创造者和旁观者 兼备的这种方式来看待建筑 就会影响到 你怎么去使用这个词语 然后怎么去看待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 有三个问题 先谢谢杨先生的分享 我本身是读finance 完全是一个外行人 但是听到你分享 我觉得 就非常感人 觉得就建筑跟人之间 可以有那么多联系 然后我想问的问题就是 因为 就看到你讲很多你的作品啊 然后我觉得你有自己很多的 一些设计理念啊 或者是 每个建筑都藏有一些小惊喜之类的 但是就可能大家不知道的人 就会对这个建筑有自己的 认识或者是 或者发现不了你藏的那些小秘密之类的 然后你会想要 要极力的去宣传你自己的理念呢 还是 就是觉得让他们自己自由想像啊 或者什么 我的问题是这样 谢谢 我绝对是希望他们自由想像 我希望所有人都跟传夫 吴贞的传夫一样 自己发展一套故事 我最近 觉得有一种奇怪的现象 至少在台湾 说建筑要导览 我很讨厌建筑要导览 或者现在看到小说 前面要有一个人讲导览 我觉得这是很怪的习惯 这读就读了 导览 导览已经被人家被骗了 被呼嚨了 所以 建筑基本上就是 应该是一个无言的状态 要去说的状态 其实这件事情都应该是一个不要说的状态 不要说才是真正的那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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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because of this mind that a mind fluctuates I think a mind moves the mind just like what is that? 生云地自pin everything started with the mind and it really touched me and then when I came back to Hong Kong and I was at a conference and then in this conference there was this architect called Chris Yao so I said wow so amazing that I wanted to talk to this architect but actually there wasn't even the need to talk to him and I was at another lecture and after the lecture and Chris said why didn't you ask any question? I said there was no question I wanted to ask because that piece of architecture already shared with me what you want who you are and your heart and your passion and your love and as I read today your presentation even though you look very calm outside outside I really feel a lot of passion inside and also it's really emotional inside this very calm outer surface but this inside energy is so much full of love to what you do and also to people but one thing I have a question in all your pictures you don't have people some some yeah little and also as an to achieve such a piece of architecture is not by one single person not one single architect but also with a lot of teamwork like and for example like your colleagues so my question is would it be really a pain to work with you like because you're so strong with your idea you're so clear or you know so passionate about what you want to do sometimes it's a pain to work with somebody like this because you're so passionate yeah and so my question will be like as this path of working as an architect I see you're simplifying yourself but that's what I see and also how much allowance do you give to people working around you you i you should d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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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他说,此中有争议,欲变以妄言。 这句话太棒了,其实这句话是比那个心缘低制编还要重要。 因为那个妄言这件事情,是现代人不太相信的事情。 可是我们如果能够相信这种不用语言,相信这种直觉,相信我们内心的那种, 弄出来的这种,不管是灵感还是直观的一种感受,很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都在怀疑我们自己想的事情。 至于跟我工作是不是很痛苦? 这里有没有我们师傅所来的? 大概很痛苦我想,大概很痛苦。 我也很appreciate我的同事们。 因为我有一个问题, 我的设计是一个,不是理性的一个状态。 我的同事跟我说,他们最怕听到我讲的一句话。 就是早上我到了公司跟他们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那就是表示要翻案,就是案子要丢掉重做。 那我事实上是常常这样。 我就是直接看到一个东西。 然后那个,我觉得我的同事有一点可怜。 是他们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出现。 因为建筑有些人的做法是analytical。 就是你分析基地,分析这个画bubble diagram。 好像学校是这样教的。 画diagram,连一连这些关系, 切一切块体,然后兜一兜。 然后加上一点点建筑理论, 然后就空出来一个东西。 没有,中大已经超越这个了。 Good! 我是完全不安能来建筑理论。 所以,所以当我梦见一个东西, 看到那个结果,不是注定,是梦见。 有一些同事会觉得, 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事情要这样。 我习惯了就好了。 我习惯了就好了。 还有吗? 杨佑先生,你多次提到宗教, 就是在你的作品之中, 还有你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 你翻译过很多佛教的书, 然后你刚才还说五言, 你为什么要,就是你工作怎么办, 还要去做这个翻译的工作, 对你来讲宗教是什么, 跟你的工作,对你的建筑的影响是什么。 谢谢。 我分两方面来回答。 一个就是像一个很胖的人, 就应该常常运动。 所以一个很糟的人, 最好去接触一点宗教。 所以说不定会好一点。 所以我是属于那一方面, 就是心里永远像台风一样,所以。 另外一个, 宗教对我来讲, 其实不太是所谓的, 传统上所谓的信仰一个宗教。 因为我想很多人, fascinated about Buddhism, 是因为它其实不是宗教, 它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而且我想更重要的是说, 当然, 经过那么久, 社会也很复杂。 有很多佛教也是, 的派别也是要教人家相信一个宗教。 我想呢, 我比较lucky跟接触到, 不是这样子。 据说, 这个我也是听说, 据说佛陀一开始, 就是, 它事实上是在跟大家讲truth, 而不是在讲一个道理。 它不是在建立另外一个道理。 它只是在跟大家说, 真相是怎么回事。 所以真相是无常, 真相是元气, 这样子。 那你说, 我们到底知不知道真相是怎么回事, 我们其实知道。 像我们都知道, 我们有一天会不在这里了, 我们都知道这个树木长起来, 到了冬天会落叶, 春天也会长叶子。 我们都知道这个, 所谓的这个无常跟变化。 可是当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选择忘记, 这样。 所以我们衣柜打开, 有可以穿一百年的衣服, 跟两百年的鞋子。 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就不太相信, 这些意义现象。 所以我想去看见真相, 或是去听见真相, 是有用的。 因为真相才能够让我们的处理事情, 面对生命, 能够有一个比较, 什么形容词, 比较准确的一个看法。 不会骗自己, 不会有误解。 这样子有没有影响到建筑? 我想当然有影响, 因为建筑就是生命的一部分, 对我做建筑工作而已。 因为我觉得一个创作者很重要的是, 就是在面对自己, 創作的那个刹打, 那个moment的一种, honesty, 就是很重要的。 那怎么去面对那个honesty, 是需要清楚, 真相是什么。 所以, 有没有翻译一下?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在开放一个问题。 李同胞。 问一个光影第三个问题。 因为两个人举手, 所以你讲一句, 你讲一句, 你讲一句, 你讲一句。 问起来讲,该变成什么问题。 好, 这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在您的几个作品中, 都看到对于光影有很重要的表达。 但是就是, 我觉得光影这个东西是一个, 你在设计的时候非常难以捉摸的东西。 就是你很难照, 比如这个东西见出来之后, 可能拍一张照片, 你的角度会很好看。 但是你在设计的时候, 是怎么把这些东西放到您整个大的picture里面去做考量。 是通过技术的分析, 还是您的经验以及感觉。 我的状况大概是经验跟感觉。 然后一种想像, 就是, 这个, 刚刚有人提到过我对电影的兴趣。 就是, 就是我在想建筑的时候, 是跟那个镜头在, 跟他们一样, 镜头在空中, 空间中移动有关系。 至少我们在空间移动, 也都是镜头在移动。 所以想像这个镜头移动, 呃, 是我的一个想像的方法。 那当然光影, 我讲理想的很好, 我刚刚没说出来的就是, 水中月空中花, 要怎么去表现幻象, 不能用实质的东西表现。 可是我们只有石子的东西可以做不到。 我不能设计光, 可是我可以设计墙有洞让光进来。 那我可以设计水, 水, 所以风来了它会动。 所以是把水, 把光啊, 把风啊, 把影啊, 把这种东西, 偷渡进来的这个建筑。 那这是无形的东西。 那光的这个想像当然, 到了一个程度可以想像。 可是建筑迷人的也是就是说, 你想了半天, 如果你做对了某些事情, 就是刚刚那位先生在问, 如果你做对了某些事情, 会有很多surprise出来。 就像那个转经论一样, 光, 那真的不是我想像的。 什么心情跑到空中去, 那个都是。 也许, 声音乐法师在定中有看到, 我可是没看到。 呃, 好, 我自己再问, 呃, 最后一个问题。 呃, 最后, 对对对, 因为也是为参作的更广泛的这个听众来问的。 呃, 因为我们现在在当下, 呃, 然后呢, 这个, 有很多事情不能假设。 但是呢, 假如说我们假设, 实际上就产生了一次回望的机会。 那么, 我想问的这个问题呢, 是两个假设。 就是, 呃, 在接下去的十年, 作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建筑师, 然后也非常具有影响力的这个创作者。 您最希望去投身的工作是什么。 那么, 第二个相关的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同样假设, 您再一次回到, 再做的这个, 这个, 诸位学子的这个, 年纪。 那么, 你会不会还回到, 建筑设计。 然后, 如果再一次回到建筑设计, 你希望做什么? 未来十年, 我最想做的事情。 梦想, 不会实现的, 不过, 我是想去拍电影, 我不要去做建筑。 拍电影要有人投资, 但是就是, 我写了四个剧本, 诸位如果有钱没有地方用, 等一下可以来拍一拍。 因为我觉得电影是一个非常, 迷人的事情。 我有一个纽约的朋友, 他是一位制片, 他说, Chris, 你是一个未出柜的电影人。 所以现在很多人出柜了, 也许我可以, 壮胆一下做这件事情。 我做了建筑, 有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因为建筑的事情很久, 像农产事, 我做了六年, 物证算快了, 三年就做了。 所以每接一个案子, 现在这个年纪越来越大, 就会想, 到底会不会做完。 而且一做要做好久, 然后好不容易把一个事情做完, 中间又有另外一个。 所以好像有一种, 结束不了的感觉。 这个是蛮紧张的。 如果可以, they are endless, 所以如果可以, 有一天什么都不管了, 去拍电影。 如果我再年轻一次, 我才不要念书, 我要去流浪。 好, 非常精彩的声音。 谢谢。 我们再次感谢姚云琪先生, 还有我们朱镜翔教授。 我们下期见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